与此同时,生活条件非常糟糕 在乡邻的学生宿舍楼,平均一间宿舍要住几十个孩子 由于窗户狭小,茶棉下来室内总是洋溢着令人作呕的味道 更可怕的是,老师们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也是打孩子 而校长本人更是对这一原始的惩戒手段颇为喜爱 面对家长们的抱怨,这位校长便解说 我在三年内连续一周两次打同一个孩子,不超过三次 这是一个简短而复杂的陈述句 复杂到大部分人在听到之后一时无法领会他的真正孩子 我在三年内连续一周两次打同一个孩子,不超过三次 他意味着许多孩子每周都要挨打 也意味着在校长那貌似睿智与人厚的外表下,难以掩藏着冷漠无情 当时,无论是英格兰的老牌队族,还是以达尔文家为代表的社会新队 都将这种粗暴的教育视为成才的必有之路 尽管内向的达尔文很少挨打,但他更加向往家中那温馨的环境 查理会与还有其他的学生 指向一方面教育视为之后,也许多你就会出现 将很大五次挨打,就算你最终的的学生 能复杂到家里的学生,带到家里的学生 甚至少在学校中一般,就会闻得到学校 我会趴一期到教育的学生 在家里上的学校,当他养肯定是 她的学校的学校 学校离家有1.5公里远 途中还要经过赛文河上的一座石桥 课间或是西灯之前 小达尔文常常会拼尽全力跑去家 庭院里姐姐们煎喜的欢叫 是对他最好的奖赏 不一会儿他又不得不跃出家门 向学校狂奔 一路上他不断祈祷 愿上帝保佑他及时跑回学校 每当学校的大门在他身后轰然关闭 达尔文会从心底感谢上帝帮助他 又一次逃脱了被责打的命运 于是这种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往返常好 并一次次上演在这条小路上 总会有一个稚气的声音 伴随着清脆而急促的脚步 快啊快回到温暖的家 那里有爱我的亲人呢 快啊快跑回可恶的学校 因为我不想挨打 事实上持续而有规律的晚间长跑 伴着达尔文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 老师和同学并没有注意到 他的小皮鞋要比别的孩子磨损快得多 在他那充满稚气的大眼睛上 金色的卷发常常被汗水粘在额头 久而久之 三千米的折返好 让达尔有了一个强健的皮革 之后长达五年的环球旅行 也没有将他击垮 也没有将他击垮 对啊